由乳香世家系列商品 都将会调整价格 调涨最高会9% 而这也是继2018年 光泉先入系列商品调涨之后 再次的有感调整价格 有卖场的业者也透露了 目前还有其他的鲜奶品牌 也都会提出涨价的规划 目前也还在协商当中 明天会涨费 明天会涨多少 我只记得大罐的 那种93块变100块 民众走进超商 想买光泉鲜奶 但店员透露 27号起就要调涨 光泉290毫升 从36元变39元 涨了8% 乳香世家440毫升 从50元变54元 也涨 上涨多少 现在物价就那么高 这我们应该控制那个物价 除了小包装外 乳香世家家庭号 原价180元 将调到197元 涨了近10% 光泉鲜乳1857毫升 从179元调到195元 涨了9% 乳香世家冠装 鲜乳也从94元涨到102元 涨幅8% 光泉鲜乳936毫升 也从93元调到100元 涨了7.5% 对于涨价消息 光泉也作出回应 表示经过各项成本评估 物价及原物料上扬 确实有调涨计划 不过各的通路调涨时间不一样 目前还在讨论当中 但涨涨的不止光泉 卖场业者透露 其他品牌也有调涨规划 在之前呢 有许多鲜乳的厂商呢 都分出来跟卖场这边反映 价格要调涨 那我们继续持续在协商当中 通膨时代来临 物价涨不停 鲜乳价格陆续调涨 民众花钱只能更精打细算 记者周天杰 陈嘉伦台北